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去扣一下业务警戒这一段复制 然后贴到简报这边贴上 用这个贴纸宝的文字 然后翻到左边 然后右边麻烦请放图片 右边请放图片 复制 然后贴上 好 我想先请问您一下 你喜欢在这张头影片里面 是看到纯文字的内容 像设立宗旨这样子的纯文字 还是说想要看到是用一个图片 来去说明的头影片内容 你喜欢看 第三第三页的内容 还是第四页的内容 第四页 对不对 听得懂 所以麻烦请你们花时间来去上 另外一个课程叫做图解释简报 知道吗 也是正机会的 理解 当然我有去桃源市政府 还有其他单位 都有上过这些内容 图解释简报 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快速的来去做一下 请问一下图解释简报 这边最重要就是说 正机会配合主管机关政策 积极办理 这个叫做办理的理 请改一下 证券期货市场人才培训与 教育训练 所以请问这里面最重要的字是什么 最重要的字就 人才培训与教育训练 对 为什么 顺便讲一下 这真的是 真的是 11年前我去阳明大学 我就直接问 我说 老师 你 建宗 不对 他不是念建宗 他念 他从小就在念那个 一个很好的私立的学校 然后台大 然后到美国 Princeton大学 好 一路这样念完 我就说 我来这边 我就是要知道 为什么我就只能念私立的 好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读重点 请问一下 这里面重点是什么 你三秒内就要看完重点 那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吗 对不对 好 如果这里面 都是中文字 你看到 英文 那个英文是比较少的字 看到数字 它是比较少的字 那一定是重点 那一定是重点 同意吗 你一定要同意 我现在跟你讲那都是花很多钱去 得过得到的知识 第二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用 顿号 顿号 来做分隔 那一定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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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几个项目 一定就是他的重点 可以理解吗 好 所以你看像这边 这全部都把它删掉 就是 请问正机会的主要的业务简介 对不对 这不就 这不就这四个字吗 所以这边是不是重复了 所以直接删掉 市场也删掉 听得懂吗 市场两个字是那个正机会里面的那个 标题就有了 好 接下来 Enter 这边有看到集吗 集就是那个顿号 可以理解吧 Enter 请问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 直接删掉 那个是目标 可以理解吗 好 请问一下 我们通常简报里面 不需要放这么多字 了不起放什么 二到四个字 为了让别人记住 那你在讲的时候 你就要讲这么多 听得懂吗 好 你看嘛 你看像 我认为这一个图片是有感进的空间 因为他放太多字 他虽然都是放重点 没错 请问一下 他这边是不是放了四个重点 不就是这些吗 请问人才培育与教育训练 如果你要放四个字 你要放哪四个字 好 人才培育 来 接下来 人才培育与教育训练 所以你放前面放后面都可以 但是我比较喜欢人才培育 好 那专业资格测验 请问你要放 只能放四个字 你要放什么 资格测验 可以吗 各位 专不专业 我觉得 不是那种重要 但是资格 是比较重要的 他是一个 那个测验才是这整句话的重点 所以 所以 那个 这样了解 再接下来 资本 议题研究 金融 知识 推导 好 推 推 导 推 推导 反正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图示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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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